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怎么了 没事 三哥 我只是身体不太舒服 要不今晚还是在床上睡吧 不用 这儿的沙发其实比大鱼的床榻还舒服 真是委屈你们了 等这个项目做完一定换个大点的房子 其实三哥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但是不知道怎么讲 但说无妨 这个杰毅啊原本是我的合伙人 但是他诱骗了 还要把公司的很多工友的设计方案 都属成了自己一个人的名字 这次老颜的也一样 上次你也看见 他在我公司暗中约老颜 就是想让老颜知道他还是我们公司的人 那你需要我们做什么 这个设计方案他已经是做了 因为他想夺回去 但是这个项目原本就是他欠我们的 所以 所以我想让你帮我拿回来了 偷 怎么能是偷呢 我三王爷能做偷的事吗 是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 那他已经知道我们在这儿了 还怎么拿回来 这儿了 雨燕 你愿意相信我吗 门门锁 秦公子 你们怎么突然回来了 秦公子就是 憋不出来创意就大闹凉水厅呗 还是你那天来过我的灵感 秦公子 不生我们的气了 我为什么要生你们气啊 那我们可以回来住吗 你们有洁癖吗 洁癖 你们不嫌弃这脏乱差的环境的话 随时欢迎 我们可以帮忙收拾啊 你可得了吧 你可是高高在上的公主 我不过是一届平民 我哪能使得欢你呀 我估计到初就是可怜的叶琳在收拾 你不得秦公子而已 我现在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你快去洗个澡吧 你快去洗个澡吧 你是真的来自清雨大陆吗 还是之前偷懒不想干活 现在被拆穿了 你拖地兔 我那拖网可经不起你折腾 你真的不介意吗 你真的不介意吗 介意什么 其实 我现在越来越怀疑 陈洪峰不是我三哥 可我就 看来你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了 那我有什么好介意的 可是 如果我们 我们身处的时代不一样 所以想法自然也不一样 别瞎想 别偷懒 快点干 你看一下 你们清雨大陆是不是就这个样子 所以 你说的都是真的 嗯 那 为什么要骗你最麻烦 你知道作为一个设计师 一定要热爱自己设计的人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熬过每一个艰苦的日日夜夜 而你 是我的设计 那你为什么要设计这么多人追杀我 我知道有个办法 可以见你三哥 什么方法 《情雨联盟》既然是一款游戏 那自然有它的启动程序 不过 在你们来的那个夜晚 那个程序就很坏 但是 应该还有个备份 在哪儿 我喔 如果是一个月内地的 我会参与的 你暂时 那你会在哪里 就会那里的 我会参与 你 不过 我会参与你们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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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